你六七个电话都不接 你见过送外卖能打七八十个电话吗 外卖小哥面对着镜头 表示自己送了三年的外卖没见过这样的人 而顾客刘女士则表示 谁规定点外卖必须要接电话的 刘女士还控诉外卖小哥及外卖站长 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几个差评 外卖员就联合站长堵到自己家门口 并且踹坏了自己家的门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镜头前这个包裹十分严实的是刘女士 她向记者哭诉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 门上面整个都是一片凹陷 然后上面全都是坑坑洼洼的 被他们踢的砸的这个样子 我都在家里面点个外卖怎么会 就是说遇到就是在家里面坐着点外卖 然后的话本来就是因为 请求自己的问题点给的差评怎么会 然后他们就找上门来 找到我门口来威胁我 骚扰我就觉得很夸张 家里的大门已经被人踢得不成样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自己在家里点了个外卖 刘女士说最近因为工作原因 自己一直用平台上的软件点外卖 又一次因为起手迟到的情况 刘女士直接给了两个差评 让刘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这一举动让自己多次遭到骚扰 刘女士向记者说明 自己给差评的原因 然后的话呢 有一次是因为就是迟到了30分钟 我没来 还有一次是根本没把东西送过来 所以由于这两次情况 我就给了两次差评 一般点外卖起手基本上半小时就能送到 但是刘女士第一次点外卖 起手就迟到了整整半小时 这让她十分的生气 导致自己饿得胃痛 刘女士回忆 在4月14号下午3点左右 当时她正在家里睡觉 突然听到门口传来剧烈的敲门声 一看便发现门口站着两名陌生男子 她就说 你是不是给我们差评了 我说你是谁啊 她说我们是父亲的起手 你给我把差评删掉 要不我就不走 之后刘女士拿出了证据 向记者出示了一段录音 这段录音中 一名男子与刘女士发生争吵 并一直在争论连续一个星期差评仪式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呀 你怎么连续搞我们搞了一个礼拜了 我搞你什么一个礼拜了呀 什么 我怎么搞你一个礼拜了呀 给了我们连续给了我们一个礼拜的差评 我没有给你一个礼拜的差评好不好 我每次给差评都是有理由的 比如说你迟到了 比如说你啥东西 把门开开 开开门你要怎么样呢 打报警电话好吧 刘女士一直认为自己给差评都是有理由的 而起手却觉得刘女士在找麻烦 故意为知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随后 记者找到了这家外卖平台站点的负责人 也就是刘女士所说的上门骚扰的男子 面对记者 外卖站点经理表示 他确实有上门找过刘女士这样的行为 如果让对方受到惊吓 他愿意当面进行道歉 但是踢门的举动是没有的 经理讲述 他之所以上门并非去找麻烦 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刘女士为什么连续几天都给了差评 于是经理就告诉附近的站长 让他买点水果之类的上门去看一下 就是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差评 以便于以后的改进 这个顾客连续几天给我们的差评以及恶意取消订单 然后站长就跟我反映了这个情况之后呢 我就让站长就说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跟顾客确认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对不对 通过了解才知道 原来每次刘女士在外卖平台上点餐时 都会备注要求外卖员送到门口 没必要打电话通知 可刘女士家住在三楼 楼栋大门有门禁 骑手根本无法上去 只能通过电话联系 刘女士的要求骑手很是为难 备注了把餐放门口 之后骑手打了五六个电话 刘女士根本就是不接 通过外卖平台上的记录也能看出 刘女士一个电话都没有接 不接之后 外卖小哥也不能干等着 根据平台的规定进行异常报备 备注了把餐放门口 但是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 我们就不存在把餐给他放到门口去 然后让他开门他也一直不开 然后我们的骑手打了将近五六个电话 然后他也不接 而面对经理的说法 刘女士更是怒火中烧 谁归定点外卖的电话就必须接 自己平时就是不接陌生电话 看样子刘女士的安全意识很强 既不让上楼送 也不让打电话 小编真是想问问这个餐应该怎么送呢 当时送餐的外卖小哥告诉记者 按门禁也没有人给开门 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自己还受了一肚子气 自己从业三年以来真是没见过这样的 他一直不接我电话也不给我开门 我就一直在楼下等 等着等着他就跟我再信对话了 其实说直接就骂我了 肯定委屈 因为我送外卖 我从事这行业已经三年多了 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顾客 之后刘女士解释 他没有接到棋手电话是因为手机损坏 并不是有意拒绝接听 面对这样的解释 站点经理很是无语 直接拿出了一份 刘女士与外卖员的聊天记录 从聊天记录上面也能看到 刘女士的手机并没有坏 并且还在平台上辱骂外卖员 经理说刘女士订了很多单 退款成功的没有差评 因为退了款就不能评论 后两个单子没退成就给了两个差评 这样的做法很明显是恶意差评 后来刘女士说 再怎么样也不能上门威胁别人 对于外卖平台上辱骂人的言论 刘女士则解释为是 她和男朋友两个人在用 反正不是自己发的 双方争执不下 4月16号中午 双方闹到了派出所 最后经过协调经理表示 这个门无论是谁弄坏的 自己可以给刘女士维修 希望刘女士也不要不依不饶 小编觉得人和人之间 要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大家认为刘女士该不该给差评 欢迎评论区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